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准备好与中国开战了吗 就是话题 我们连线专访美国维吾伦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 下面有请伊利夏提先生 您如何看待中美之间的冷战 因为彭斯副总统在前不久打记者问时 他在跟华盛顿邮报有一个专访 他就提到如果中共不对他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进行彻底的改变 中美之间的冷战无法避免 对这场冷战您的看法是什么 就目前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呢 说他是冷战的开始 我在我很犹豫的同意这个观点 犹豫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说两点 一个到这届政府为止 包括这届政府 包括川普总统 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没有一个长期的 想对付苏俄 这个共产主义 那个时候的这种长期的一个政治策略 他没有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一个文件形式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对策 这是首先第一点 在和苏联的对抗的时候 那场冷战呢 是形成的 从都罗门总统开始 有正式的政策 然后呢 一直延续到里根总统为止 为止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说 苏俄之间的这种 苏俄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冷战呢 当时是以 这个思想 和这个主义 为界限的一种划分 也就是说 以自由世界为一方 以 苏俄的共产主义 思想的为另一方的这么一种 一个带有一种思想 性质的一种 对立 第三点 我认为川普总统 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不像肯尼迪总统 或者 杜鲁门 或者里根这样的 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个 他更多的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所以 根据这个三点 我以为 如果我们现在说 中美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这个为时过早 为时过早 那么 美国和中国之间 现在的对抗呢 主要是以经济形势为主 以经济上的不平等交易为主 一旦 马上 川普总统要和习近平 在这个 维诺斯爱丽丝要和习近平 在这一团体里头要会面 达成 中美之间的商贸上呢 我认为达成全面协议 可能性不大 但达成部分协议 给川普做出一定的让步 会不会呢 可能会 这个的先期信号是 允许美国的巡洋 这个航空母舰 在香港靠港进行补给 那这个呢 就是中共给出的一个 要做出让步的一个先期信号 所以呢 这个让步能让到多少 我们不知道 再加上川普总统的这种 实用主义色彩 可怜 这种对抗 会持续多长时间 我一直保持怀疑 但是在好在呢 美国的政府 不管他是在参众两院 还是在白宫 还是在外交部 国务院 有一批职业官员 这些职业的官员 或者官僚 是美国运行自如 美国的长期战略计划 能够得以延续的中间 脊梁 那么这些人当中呢 已经对中国的威胁 有了深刻的认识 所以川普以后的 比如说 马克罗比奥上来 或者是其他的 不管他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再上来一个 稍微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 像里根总统这样的一个总统的话 冷战就会正式开始 而且一定会以文件的形式定下来 那么这种的结果呢 将以中国的解体为冷 这一次的中美之间冷战结束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主要是我对这个 现在我们能不能把它看为 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冷战呢 我认为稍微有点为时过早 那么我的根据呢 就是我上述的三点 现在呢 很多的美国政客呢 对中国的认识呢 还是有误区 实际上我把最重要的一点给忽略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把中国 像苏联一样 当作对他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他始终把中国呢 只是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停的重复 这种极权政治的一个恶性循环的 一个自己指过自己的这么一个政权 从来没有把它作为一个 能够成为世界性威胁的这么一个势力看待过 所以这也是美国始终没有对中国有一个成文的一种政策的原因的根本就在这里 像这个我记得四五年前参加杨坚利博士的民族对话会议的时候 那个中国一百年马拉松那本书的作者也来过 当时我们就问他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他说美国到目前为止那是在欧巴马时代 对中国没有政策 每一个总统根据其自己的了解和理解 对地缘政治的了解来确定对中国的政策 那么大多数的时候一直是政策是什么呢 是帮助中国在经济上得到发展 那么他们以为通过经济的发展 中国会自然的走向民主 所以美国一直是把苏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当成了主要的世界的威胁 所以呢 这个这种观点呢 现在开始正在破产 那么这个观点彻底破产以后 美国再换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这样的一个总统以后 我相信不管他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两党现在都是同一个 都认为和平改变中国的可能性已经破产了 所以只有一个换另一个总统 而且这个总统不能是像川普这样的实用主义者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美国会证实的和中国走向了战 我至于我为什么说川普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呢 我在这里头简单就加一个例子说明 尤其是在这个沙特阿拉伯 在土耳其的领事馆内 残暴的肢解了一个记者 那么 那么这个案件呢 是板上钉钉的 土耳其有音频证据 包括CIA已经得出结论 沙特的这个王子 Solomon 知道 而且是他下的命令 那么川普总统一直不肯承认 不愿意对沙特这样的一个极端邪恶的一个独裁者 进行任何的谴责和惩罚 他的理由 沙特在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军火 当然这是表面的 暗中的是什么呢 他在地区起一个平衡伊朗的作用 遏制伊朗的作用 因为伊朗是另一个神权政治的邪恶暴政 那么川普总统呢 是在以邪恶 对付邪恶 为了用邪恶 平衡另一个邪恶 他在容忍 他在闭着眼睛 对这种行为呢 进行演示 最简单的一个谴责都没有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他是极端的一个实用主义者 实用主义者 那么这种实用主义的一个总统 我对他能够展开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 同行并举的和经济同时并举的一个冷战 我不保持乐观态度 当然川普总统现在是在和中共作对 尤其是在经济上 但这个会伴随着中共 我一直对中共呢 有一种骨骑 那就是中共呢 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 他会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 他会后退 他不敢冒险 中共不敢冒险 包括在南海 他也可能会做出退步 让步 那么所以这个冷战呢 目前还能踏持冷战 我觉得为时过早 您的观点呢 也是非常新颖的 因为大多数呢 可能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呢 不算冷战 不是冷战 为什么呢 因为冷战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意识形态冲突 还有经济上互不往来 军事上会发生一些局部的战争 而目前中共经济上都还是有往来嘛 主要还是因为贸易发生了一些争担 所以认为不是 另一种观点呢 就认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冷战 因为彭斯附层的讲话 包括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他的竞争对手 他的战略报告等等一系列行为 同时我们在反观贸易战也会发现 贸易战呢 好像以前我们认为就是减羊毛 就是得利益 现在看来越来越复杂 所以您的观点还是 我认为是比较中肯的 就从目前这种情况 通过您的三种因素的分析 得出的结论 目前还为时过早 可能还是从实用主义出发 我集中你的要点 你哪里痛我打哪里 但是最终是会让你屈服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根据您刚才所谈的 我就感觉到形势啊比较快 变化太快了 第一个呢 坦率的说我们说这是贸易战 还在加25%的关税 什么突然就到了冷战 并且我们当时的界定啊 我还是用的一种新冷战的界定 但是彭斯呢 更猛直接上来就是冷战了 所以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然后我就想您能否从维吾尔 这个发展这个角度 抗争的角度来解释一下 我觉得也很怪 就是发展太快了 我记得我跟您去年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坦率的说 您曾经有一句话 还是深深的打动了我 您说其实我内心的感到非常的悲凉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形式是 整个世界包括汉人都在为维吾尔人 汉人我指的是一部分汉人 都在为维吾尔人在呼吁 并且有15个国家的大使 这是可能人类历史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 好像没有出现过 那么为什么您会觉得 就以维吾尔这个事件为例 为什么突然就这一年之间 会有这么大的翻转 我认为最起码有个三到五年 或许可以达到今天的效果 您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中共的咄咄逼人 以及维吾尔人在世界范围内 尤其是媒体的发展 新闻的传播速度的之快 信息传播之快 都使得这种极端的暴行 很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过去呢 要传播这些信息很困难 但现在呢很快 然后再加上中国的这种 包括他这个大一统 造成的这种中央集权的 不连续性不连贯性 那么中共政权呢 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东西 当我们说的时候 要说服西方自由媒体 你必须要有证据 那么现在呢 由于中共政权的这种 不连贯性 我说的不连贯性 就是指的这个 中央和地方之间 已经从高层到低下 因为这种大的 大一统的这种体制的庞大 和他的滞后 使得很多他的地方当局 中央的新闻发言人 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 还在说没有的东西 但他地方上 和田或者喀什嘎尔的 某一个市的网站上 就把那个原封不动的 还在那贴着 和相片呀图啊都贴出来 而维吾尔人包括汉人 就是那个卫星上的 尤其加拿大那个肖恩杖 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 通过对中国的这些网站上的 这个网络的作用相当大 网站上的信息呢 很快把这些东西 sale下来 然后呢再把它做成报告 各类的 然后递交到各个国家的 相关机构 这个呢等于是有证据的 指控了中国 那么这种 全社会的动员 尤其是维吾尔组织 在市委会的 尤其是在这个特别 市委代表大会以后呢 市委会动员了全体的力量 那么通过不同的渠道 获得这些信息 然后把这些呢 像及时的向 美国欧洲 以及联合国反馈过去 给他们发过去 这些呢 使得这些国家的这些官员 尤其是新闻记者 西方媒体的 很快对这个开始有兴趣 他们也开始加入 然后再加上 学者的加入 那么这个呢 就形成了一个 汇成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个强大的力量呢 唤醒了世界 文明世界 人们的良心 尤其是这些官员的良心 使他们呢 不能够再坐视不顾 因为人类在历史上 不停地在重复 这种屠杀 同类相杀的这种悲剧 我们在前面 十年以前 二十年以前 已经见证了 这不仅仅上个世纪 二战的这种大屠杀 而且是就在最近 在卢安达 索马里 在前南斯拉夫 以及缅甸 我们都在见证这种 而现在呢 这种证据呢 是血淋淋的 和图片 和视频 拿出来 所以这一切呢 使得人们非常震撼 在震撼至于 他们的良心 使他们站出来 比如说像 美国的这些学者 像James Millwall先生 这个 Jordton University 然后其他的各个大学的 还有那位 在驻北京的女记者 被中国赶出去的 有一个是法国的 一个是美国的 他们呢 都联合一批人 他们在替维吾尔人 做宣传 他们在替维吾尔人 独语乎 包括这个 我刚才提的 James Millwall先生 他呢 又动员了 一大批 各个大学的 研究维吾尔人的 研究中国的 这些学者 他们在一封信里头说 我们学者 如果不发声 那么我们 怎么能被成为 学者呢 那么以这种强烈的语气 使得 动员了 全部的力量 在美国的政府里头 就像我刚才讲的 包括像彭斯总统 像彭斯总统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 那么这些 一大批 美国政府里面的 这些官僚 也就是使美国 非常平稳的 运行的 这个中间 脊梁 他们呢 也对中国的 这种对维吾尔人的 这种 压迫 民族压迫 有了深刻的认识 所以他们也觉得 应该是采取 行动的时候了 因为 集中营 马上就使人 想到了 二战的大屠杀 犹太人 这个呢 是非常震撼的 那么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 中国政府的那种 狂妄 傲慢 以及流氓嘴脸 也促使世界 对中国 有一种 抵触 这种抵触呢 越来越强烈 尤其是像上一星期 中国似乎是在 明目长胆的 蔑视 藐视世界的正义力量 哈密 网站 哈密市 网站贴了一个通告 要求 维吾尔人自首 那么这个网站里呢 提出了三十多个 要求自首的 一些行为 其中包括 如果你买过帐篷 你买过望远镜的话 你都要进行自首 然后到集中营里学习 那么在今天 全世界人人人都在喊打的 这么一个时机 维吾尔自治区 哈密的一个市政府的网站 居然能把这东西还发出来 然后有环球时报 胡锡进的 把它翻译成英文发放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 对这种正义的呼声 藐视 他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 而这种做法呢 更加是世界 感到对中国担忧 这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居然 冒天下之大不为 在人人谴责的这么情况下 还敢居然把这样的东西拿出来 那说明 他是要违背历史 逆向而行 所以这个呢 也是促成 这个世界很快形成一种 会合的正义力量 对中国进行使加压力的 一个原因 当然也包括这些经济的 中国的长期 对西方经济上的利用 对科技的偷窃 这些呢 也是 然后再一个呢 我想 我们要讲的再一个就是说 现在西方世界的这种 民族主义的兴起 再一次兴起 那么可能 也对中国的这种霸权 这种暴虐 也是 他们这种民族主义者呢 也感到极其反感 极其反感 所以这一切呢 汇成的一股力量 使得这个维吾尔问题 现在成为了 一个焦点 一个前沿问题 中国必须面对解决的一个问题 伊丽夏提先生认为 目前认为中美已经爆发冷战 还为时过早 因为川普总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他并没有制定出一套 针对中国的冷战战略 他所关注的仍然是中美不平衡的贸易利益 彭斯副总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而川普不是 当前之所以世界关注维吾尔人生成状态 与中共残暴的统治 和狂妄推行极权主义政策相关 如果中共不立即改行跟张 中国将会与世界文明社会爆发全面的冲突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伊丽夏提先生 感谢伊丽夏提先生